造型超时髦的保龄球瓶 球一靠近球瓶里头的感应器 就会发出欲露的尖叫声音 甚至逗趣的发抖 屁屁撞 就叫他打过去叫 哎哎叫没的 其实这样我们是在情绪上 可得到一些书发 抒压小品让紧张的生活笑笑压力 另外这个甜言蜜语制造机 酷手分析真话假话 让情人的甜言蜜语露出原形 你真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老板了 酸酸甜甜的糖果 充满创意的idea 博具一灿的效果 同时也为忙碌的生活 增添不少无厘头的乐趣 还是在台湾 在高雄的应用大学 有一门创意跟艺术结合的课程 最近老师就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考题 考一考同学们 怎么把生机蛋从五楼 丢下来 鸡蛋却不会破 考试的过程非常的有意思 碰到一阵间 叫声四起 因为里面装的是一杂九岁的生鸡蛋 原来这是高音大的其中考 考考学生怎么把鸡蛋从五楼丢到一楼 鸡蛋却不会破 学生们把鸡蛋塞进棉花残里 保力龙 或者是包装成小小的降落散 简直是想破头脑 这个蜜蜂的保力龙球似乎没发挥效果 鸡蛋大概凶多吉少了吧 还要起了 竟然奇迹似的没破 同学们欢欣鼓舞 而成绩最好的就是这个写笛子 轻飘飘的旋转落地 鸡蛋当然不会破 老师说这已经是第二次的考试 第一次的场面非常惨烈 有三分之一没过 所以下来就是黄塘四步这样子 就很有趣 我们曾经有碰过一个外希尔学生 他的方式是他动了一个熟鸡蛋 还好我们是用把每个都切开来看 这是创意跟设计结合的课程 学生们连作弊方法都很特别 虽然场面惊险万分 但大概学生创意发挥效果 这次大家通通过关了 10月31号呢 辽宁省府顺市开始集中的供暖了 可是一直到今天 府顺市旺花区爱新养老院里的暖气 却还没有热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爱新养老院内住着50多位老人 这几天他们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 爱新养老院里呢 有很多暖气 但是每一个暖气都是冰凉的 从10月31号供气到现在 这里的暖气从来没有热过 我们看到这有一个温度计 训练的温度呢只有不到零上五摄氏度 我在这个屋里穿着棉袄 仍然感觉到很冷 说话的时候还有哈气 那么老人在屋里可见是更加难 我床起不来的 要不冷还能起来 就一冷起不来 起来都大得嘶 我也得病了 感冒了 躺鼻子 感冒 院方说 没有公暖是因为养老院